180 180喔 不行我們沒有錢 沒關鍵最強的送禮 是要送禮 可是要吃劉冠婷 我們還是要付 對 我們還是要至少付五塊錢吧 你這個原本 你原本都怎麼算 我一定只有五百 蛤 一百多 陳柏林 劉冠婷 參加十經節目擊倒森林 體驗在野外露營的生活 除了紮營 釣魚 還要在有限的200元買菜禁 搞定晚餐食材 我們現在這200塊是要買什麼 就買我們的伙食 今天的 真的 我們去看一下 出發 你好 請問一下 半隻雞多少錢 180 180喔 不行 我們沒有錢 我們只有200塊 我們只有200塊 等一下喔 阿倫 一個雞腿 這個130 137喔 貴 我知道了啦 200塊我們 好不好還可以叫個快當吧 其實算100可以嗎 好了 好喔 下一百 多20塊 他做了 他做不下去 好 可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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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請問這個是馬鈴薯嗎 對 沒有錯 你們這怎麼賣啊 一顆多少錢 不知道 一顆差不多25吧 我猜 都15塊吃20塊就是這樣 OK 那這個也是秤重的對不對 沒關係 最近我送你比較好 可是要吃另外 這個菱角 那個國外朋友就說 為什麼你們要吃 還蠻像的耶 蝙蝠肝 請問 還有蠢子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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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想要煮湯的 那邊 請問一下 可是我們現在經費 我們只有25塊錢 我敢負一包 真的假的 我們還是要付 對 我們還是要付25塊錢吧 你這個 你這個原本 你原本都怎麼算 所以一定都要500 蛤 500多 我們還有25塊 我們只要一點點就好 因為如果我們兩個要吃 對 我們可以 現場果然人情味滿滿啊 法拉採訪組整理報導 下次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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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次見